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31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A股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其中我们看到券商板块今天上午是非常活跃 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就提到 券商板块这一波成交量足迹放大的情况 有一点加速的迹象 那么这一点在今天上午是得到了一个验证 另外今天上午有消息说 美国准备分批放开对于中芯国际成熟制成的一些限制 虽然这个消息首先是从中国内地的媒体放出 不过我们认为确实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现在仓位还比较轻的话 那么可以适当关注一下整个半脑体概念的超跌反弹 但是今天上午我们也要看到 上午在盘中A股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 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非常肯定回落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保险一点的话可以适当降低一点仓位来过节 特别是对于整个新能源车板块 我们建议可以开始做一些分批的获利了结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来聊一下 谢谢